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阴面与阳面 阴阳 变化可以产生那个效果很大 就是对方如果把自己的手背攥住 自己使手指够手心 拿手背一贴对方手心就打出去了 一想就试 这是阴阳面 对方的手把自己的手攥住以后 是自己的阴阳格局 现在打出去的时候就想自己的手指够手心 拿手背找对方的手心粘上就发出去 做几次啊 大家看一下 下面就是阴阳有第四动作 这是对方攥住使劲的时候呢 我们把手背和对方的手心离开 就是意念 想手背 守自然下落 就是这一站的时候 跟他接触 想完手背 对方就被踩起来 一想手心 拿手背贴对方的手心 对方就被打出去 这个主要呢就在阴阳 虚实变化 下面不是揽阁 揽阴阳 揽阳 是太帝权 包括基本八法 都在内 这是第五栋 右掌回旅 也叫陈采 这是重心 坐步的时候要注意 鼻子夹和膝盖夹 跟脚夹要垂直 向前的时候也是如此 就是重心在哪里 身体 就是鼻子夹和膝盖夹脚夹都要垂直 下面就是第五动和第六动作用 对方用用权积自己的身体 自己呢要躲开的身体不要有意识躲 你就把手往左前上方一伸 拿右红骨与对方的红骨接触 胸部自然就转动了 躲开对方的右拳的进肌 下面第六动 往前送 第七动就是右掌往后陈采 虎口张开 以食指一指对方的后脑勺 食指指尖 在指着自己的右眉梢 和右眼的小眼角 这三点称直线人就起来了 现在这就是第七动 右掌翻采 因为才做几个动作 这还是刚才第六动和第七动 是五六七 下面来做一个第八动 第八动是暗掌 因为这一打 对方往后一折 一折说我们不跟对方顶力 一绕 拿手指指对方眼神 一指眼神 对方腰上脚上就吃上力了 他又站立不稳 左手一摸他 夹击往腰上一落 由腰上一找自己的脉门 一转腰 对方就躺下了 这要领就在全凭心意用功夫 外边一看呢 好像那个动作是装着玩是假的 实际不是 这都通过实践来证明的 这是符合力学的原理 下面 我们在做楼西腰部 这个楼西 就是右手摸左肩 顺左肩到右胯 作为楼西 腰部就是进右部推左掌 这叫腰部掌 那进右部推右手为顺部 进左部推右掌 这都为腰部 这是泰拳的术语 所以叫楼西腰部 这个地基作用呢 更很妙 就是对方右拳打来以后 我们不用管他右拳 我们只有拿右手 一摸左肩到右胯 对方就被拿下来了 马上这里就很大 就把对方拿着去 这是很自然的 我们这手呢 一摸尖到右胯 好似葫芦尘土似的 一骂死就是 对方来手 随便 而对方左手呢 我们就右手 下面呢 这是楼西腰部长 就是右手接触对方胸部 意念呢 不要使右手去推 意念在哪 要想左手往下一沉 左手一巴地 人就出去了 你要使右手推 推不动 这楼西腰部呢 就用这个 一个是楼西 一个是药部长 这个楼西腰部 现在解释的呢 就是这个穴道怎么走 以手心 中指开始 到极拳 弹中 到会阴 到右腿的内侧 从右腿的外侧 往上升 又到会阴 夹肌 到腰上 然后到手背 这左右 都是一样的 所以发力的时候呢 就是右手 接触对方 不要用力 左手往下沉踩 大家要注意啊 就是接触点 不要使劲 这现在是下面 这左手 通右腿 右手 通左腿 这是交感神经 接触点赞 接触点赞 按订阅